每年冬天,我都会在最北边的这块菜地搭上暖棚 里边种上一些耐寒的蔬菜过冬 去年冬天,我没有搭暖棚 为的是让这块地休耕一个冬天 同时,冬天的严寒也会杀死一些过冬的害虫 减少来年地里的病虫害 12月份,收完了最后一批菜 我留了几颗菜心在地里 想看看它们能不能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过冬 这个冬天,我们这里特别地冷 1、2月的气温经常在摄氏零下10度以下 我记录到的最低气温是零下16度 伴随着严寒,还经常有冻雨天气 这是2月25日下的一场冻雨 所有的树枝都包上了一层冰 直到进入了3月份 气温才渐渐回升 天气开始慢慢地转暖 3月5号,我检查了一下菜床 发现土地已经完全解冻 我在翻地的时候 注意到去年冬天留下的几个菜心 竟然都还活着 并且开始生长了 我不仅感叹它们的顽强 这是油麦菜 这是雪里红 这是一种小白萝卜 在这个种植袋里 我去年冬天留下了几颗萝卜 我每年秋冬天种这种萝卜 是为了吃它的叶子 因为它的叶子生长旺盛 而且可以多次采收 作为青菜来吃 我把它们的干叶子清理了一下 然后施了点肥 加上一层碎木屑 来防止杂草生长和保湿 十天过后 它们明显地长大了 这是二十天后的情况 这些菜开始抽苔 准备开花了 这时的菜苔非常好吃 而且它的每个叶片 和菜杆之间 都已经发出了小侧枝 这些小侧枝 很快也会长出菜苔来 我今天把大叶子 和上边的菜苔剪掉 这样它下边的侧枝 就会长出很多菜苔了 这些菜可以连续采收一个月 这是今天采收的青菜 油麦菜和雪里红 也在迅速生长 很快也可以采收了 根据我这个冬天的经验 有些耐寒蔬菜 有些耐寒蔬菜 比如前面提到的油麦菜 雪里红 萝卜等等 是完全可以在北美六区 安全过冬的 虽然它们冬天处于休眠状态 第二年春天来到时 这些过冬的蔬菜 能够很快恢复生长 这样在四五月的时候 就可以吃到新鲜蔬菜了 比早春 播种长出来的春菜 要提早一个月收获 所以我建议朋友们 今年在入冬前 收获最后一批耐寒蔬菜时 不妨把根和小菜心留在地里 明年的春天 它们会给你一个惊喜